另外在房市方面 根据台北市地震处最新的数据 台北市六月房屋买卖移转的数字 达到了7039栋 不但创下了今年的新高 也是从2006年以来的单月次高的记录 一直可以追上去年总统大选前的热度 房仲业者说量先价型 台北市的房价可能又有一波的涨势 很多的房仲业者说房子卖到不够卖了 但是也有很多小市民说房价也涨得太快了吧